我们好喜欢居住在海边啊 秋天呢可以钓鱼 可以骑单车 夏天可以冲浪游泳 冬天可以晒太阳 到了春天呢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采蘑菇 对因为虽然呢 这里呢是大海 但是呢大海的对面呢 就是山 我们呢经常可以到山里面去徒步 那到了春天呢 我们就可以去采蘑菇 这里很多人喜欢去打猎 叫做hunting 但有趣的是 他们管采蘑菇 也叫hunting mushroom hunting 而且还自觉是一项跟打猎 钓鱼一样充满期待与惊喜的景线在春天玩的户外运动 不知你玩过吗 两条小溪水的汇盒 这边一条 这边有一条 然后还有一个小泡布 你看这边 慢慢的留下来 汇盒在一起往下走 呃 对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沿着这个小溪上去 然后沿途看看这样子的树底下有没有这个磨菇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有点难度 再加上现在已经下午四点快了 就是有一点太晚了 如果我们进到山里面去呢 都出不来 所以 哎 什么都没有弄到今天 明天吃饱饭 然后带上午餐 然后我们再向森林进发 今天的天气好好啊 就是把秋水变形在路边 山顶上的路边 然后就往森林的深处去寻找 据说有些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天使 我想蘑菇的世界也是需要这样一双 寻找与发现的眼睛吧 哇 太让人兴奋了 有这么多 啊 Curve cut it we hunt it right now we cut it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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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类型的类型 因为我不知道 我没有知 我们来看很多 哇 有这么多的 我爱它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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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它是美麗,它是曬的 有它是 刀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十几块钱 另外一端有一个小刷子可以刷掉一些 这样子的一些 藍叶子 我会把刷子移动 有点几块的 这一点已经很有维t 这个几块的荷币 有很多荷币 这一里有其他小维币 这里有其他枷币 还是有其他地方 这一小片土地上就发现了三种蘑菇 就这样我们第一次走进了蘑菇的王国 拥有了一双发现的眼睛后 似乎整片森林都改变了 变成了蘑菇的世界 这有点疯性的 它有 award的 就是折松了 这已经逼舞了 你硬上了吗 試试一下 别让我看一看 让你那小里 这一个大块 这座一座 有两个 有一这齿的 与那里 I don't think this one can be eaten Well I want to try to identify them though It's very flat And heavy Ready? Wow It's a big one Can we eat that? I don't know What is it? It looks kind of old Wow Here Turn over I want to see the top Wow It looks like an eatable Yeah Yeah and cute And here is another white color I love it It's so white We spent 2-3 hours in the forest That's right It's like that Western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非常爽 带回家煮 当然在我们煮之前的话 还是要鉴定一下 然后它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 因为这种蘑菇 我们不是说第一次采蘑菇吗 所以很多蘑菇的品种 还有这一代的蘑菇的种类 我们都不书 所以就是要带回家 对着书鉴定一下 确认无毒的话 才能煮着吃 这个路边有这么多 只要你仔细看 就能发现 好多啊 但是我们都不敢吃呢 这个可以吃吗 看到这么多了 都不敢吃 太浪费了吧 总而言之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 Mushroom hunting的体验 没带枪 只带了一把小刀 遇到了十来种 采回来样品一大袋 并针对一本特别讲述 北美西海岸上千种蘑菇的书籍 进行仔细的对照 结论是我们还是不敢吃 目前我们在继续学习研究 蘑菇的种类 并寻找专专业的蘑菇采集专家 他们会供应给餐厅 然后我们再去采集 相应的品种 哇 好肥啊 真的很好想来 像保持养 北美中 水